特别一天一天 我们昨天入住的 这是一个小的别墅 温泉酒店 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别墅 然后这里长的这些植物 也都是热带植物 昨天我们到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天都快黑了 他们那块有这个泳池 爱得想游泳就没爱得游 今天白天上午 正好这个太阳也已经很大了 这个水应该晒得也挺热的 爱地在这游泳 我们去看看 Hello 你怎么在这么小的池子里 爱地已经 得有两年没游过泳了 因为之前我没回来的时候 在泰国 疫情开始的时候 学校的泳池就停了 其实他们每周都有游泳课 疫情开始就没再上过游泳课 然后回国以后 也一直没游过泳 所以我们给他带了一个救生圈 怕他忘记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温泉 热吗 爱地 刚游完泳过来肯定烫 我们在瑞丽这家酒店 还发现了这个澳洲坚果树 全都是小果子 里面捡了一个我看看 都烤烫了 来走 咱到亮地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看着像泡果实在 什么坚果 坚果在里面吗 我也不知道 现在只能看到里边有一个老大爷 正在打扫这个景区 但是这个独树成林景区 现在确实也已经关闭了 而且就看这个状态 这些商户们的停业的状态 应该已经停了很久很久了 实际这个景区是一个特别具有东南亚特色的 你看它这个名字 独树成林 您就知道它是一棵千年的这种大菩提树 然后它自己就自成长成了一片大森林 就特别遗憾 你们现在也看不到 我们刚才在来这个独树成林景区之前 我们去了一个凤凰谷 是专门看这个成片成片的荷花的 因为本来我们这一站不想去哭涉黑了 所以我说带孩子去看荷花 但是到那发现这个景区 现在也是一个荒废的状态 就是特别遗憾 特别遗憾 在路边我们还看到有特别多那种大的家具店 都特别成规模 然后还有很多那种 补食啊 买浴食的这种店 现在十间里边得有九间都是关闭的 现在来看这个瑞丽的城市 有一些萧条 人流也不是很多了 所以非常的可惜 还是我们一起希望世界平安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困难早点过去 这个困难早点的 我们走到困难早点的 在这种地方 我们走到困难早点的 也在这种地方 我们走到困难早点的